他上南極大陸近距離觀賞企鵝 林志玲還親自跳水體驗冰泳 綜藝節目來到南極拍攝 為冰天雪地美景做足宣傳 而大陸民眾現在想要朝鮮 過程簡單很多 大陸航空公司首架商用飛機 從香港出發 經過二十多個小時後 成功降落在南極的冰雪跑道上 隨後機上二十二名大陸遊客 搭乘小型飛機繼續飛往南極點 不僅創造大陸自組團 抵達南極的紀錄 更意味著未來大陸民眾前往南極旅游 可能創造的龐大商機 雖然到南極團費不便宜 最低也要台幣三十萬起跳 但大陸掀起極地探險熱後 壯麗的南極風光 就成了新人最愛的婚紗背板 每年赴南極的人數迅速飆升 從2008年的不足一百人次 到2016年已增長到3944人次 是目前僅次於美國的 全球第二大南極客源 在商用飛機成功著陸後 未來甚至可能擁有屬於自己的航線 也讓業界預測遊客人數勢必再升高 創造全新一波的旅遊熱潮 記者唐全報導